愛民主義 支撐機吊掛國旗飛越總統府 陸軍官兵接著扛巨幅國旗進場 立法院長韓國瑜籌拜的雙十國慶 特別不一樣 處處裝點中華民國元素 總統賴清德今年國慶穩購 訴求維持現狀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 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國慶大典主席韓國瑜張嘴大聲唱國歌 更宣誓要讓世界看見中華民國 我們也知道在很多場合 我們沒有辦法高舉中華民國的國旗 但是呼籲國人同胞 我們一樣要有骨氣要有勇氣 讓世界知道 讓年輕人知道 中華民國是存在的 國慶大典漏往盡頭 韓國瑜不知道是不是看國慶表演 熱血沸騰太投入 忘了回座位 一個人站管理台中央拼命搖國旗 被禮賓人員提醒才回到座位裡 前總統蔡英文 陳水扁歷史性同框 開口大聲唱國歌 還唱了這一句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蔡英文時代稱呼對岸 中國大陸 賴清德卻始終是這麼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世界各國支持中國 無非就是期待 中國一起為世界帶來貢獻 台灣跟大陸不是兩個國家 是同一個國家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 所以當賴清德繼續用中國來形容對岸的時候 代表他就是堅持他的新兩國論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不捍衛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不是很奇怪嗎 總統國慶重大談話 讓敏感的兩岸關係 這一次是有牽動 記者潘建任朝廷海岸SE小組採訪報導